大家好,今天来谈一谈我那天的收徒仪式 感谢德云社,感谢郭老师,于老师,佛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到场的嘉宾朋友 我这几个徒弟可能常听德云社的朋友 您都知道,都有印象 是在2013年的9月2号 我没记错的话,是个星期一 那天在天长德云社举办的 郭德纲老师九字科的徒弟给字考试 如果说有没毕业的,或者年龄小的 那些,郭老师暂时没收成徒弟的 不让杨主任去问了一回 有没有想拜其他老师的 我这组就是小苗,头一个举的手 这第二轮又十几个 这个反正挺多的,整个活动都快结束了 主任又把基地的,他也没举手 哪个老师也没安排的,叫到我跟前了 又加上这么一个 按理说小苗是第一个 但是呢,他岁数小 当时我跟他和他妈都说好了 你得算第二个啊 因为前面我已经物色好了一个 他算大师哥 就是我这个现在的大徒弟 郎浩臣 把他收为老大 小苗变成老二 后边呢,李浩阳,王浩月呢 他们也是取笑的 也参加了那次考试 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俩也找我来了 也在这个剧场 就说要和我学 转过年来的五月四号 在广德楼 在广德楼剧场 我把他俩叫过来 我给他俩排的名 排的字 按照时间来说呢 小苗是第一个 2013年的9月2号 老大呢 是2013年的10月14号 头一回管我叫师傅 我认为这次仪式呢 对他们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从此开始 在相声艺术上 都应该有个更好的标准 更高的要求 也希望各位朋友 监督他们的表现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 今天给一个庆典演出 上周也写着这字 包括陈志和舒服 这么一个庆典演出 咱们大家伙儿每一块儿 见证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候 今天是最上的一个 两宿简短的拜师会 咱们短冰块的吧 下面有请 尹志郭德纲先生 好 保持于谦先生 带师宏志郭德纲先生 好 下面请我们这四位徒弟上场 郎孟臣 聊浩宇 王浩月 李浩阳 好 好 先服务员 下面有请今天的主角 高松老师 好 高老师 今天是斤大喜的日子 是吧 对 对 刚不是你们怎么设计的 好 好 这个高尔林宗讲解后边这件事 这大风故事怎么回事 是吧 谢谢各位朋友 这个是一张照片 我来把它给揭开 谁帮着你师傅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老先生 这是向上界的向上巴德 周德山先生 现在为主母介绍了 咱们监津的向上名片 向上太多 马三立先生 今天站着这位是我的师爷 班德贵先生 作为弟弟这位就是我的恩师 汉辰玉先生 我们这一门库的四辈 出现在同一张照片当中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张照片 这是高老师特意 找到这个照片 放在一起 不是不是这就是一张里头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一张里头的 一张里头的 对 好 下面咱请这个徒弟们给老邋三位老师行礼 咱们是什么礼 祝我三位老师身体健康 第一级功 好好说下上二级功 好 尊敬手法不给德烟社添乱 三级功 好 好 好 来 来 三位老师和这个四位学生就有一个护送礼物的环节 行不行 没有护送是吧 哦 走 来 你们的花朵呢 花朵 好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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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什么什么什么礼物 好 美丽的花朵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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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 好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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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哎 说实话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白师傅 真实 穿东一线带 后面咱们就点一下师傅兄弟 是吧 来 你们三位怎么站 四位 四位 祝师傅师傅师傅 心里两个一级过 二 好好学习天真两个二级过 五十五十两个早生过的三级过 哎 这是护送礼物环节吧 来 看你们都护送的什么礼物 老师傅介绍介绍 介绍介绍 别躲哎 是不是给你们呢 对 我依然跟你说两个话筒 这是我们的善格 善格 我们写着字呢 半门高家大帝子王浩生 然后这边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手段 醒目玉子 上面我有一个私字成语 叫花臣月息 郎浩生拜师纪念 还记得住几个 二句子 苗浩宇 温方话语 好 好 咱就排序了啊 这个 清闻月心啊 哎 好 好 老吴 老吴 郭阳梅涵 啊 哈哈 然后还有这个 哦 这个您得介绍介绍 这是我们向祖师爷东方说的塑像 啊 这个送给徒弟 这是您新手挂着吗 对 有新手烧制的 哈哈 哈哈 这是烧 你可看 好 我闻闻腻了这个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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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好 我这就这环节了啊 好 好 徒弟们给师傅准备米片了吗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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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行啊 哎呦 来了 来了 好 大忌就麻烦一起 这个给师父的路不是寓意吗 就是一路有您的意思 哎 谢谢 这个 这个相声就是转这个讲的就是传手 这个高老板您是不是带徒弟 给他这个这个照片的前辈们 举举共行下里是吧 来 徒弟们 客套 好 好 好 一扣手 二扣手 三扣手 好 李毕 好 好 好 这两年一看 中国曲艺界 所有的民家收徒的人都客套 中国戏曲 京剧啊 平剧啊 方的 军曲啊 人家收徒的 都给祖师爷客套 我就恍然大悟 我狭隘了啊 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礼节 代表了最大的爱 所以刚才他们给祖师爷磕头 这是 我最欣赏高老师这个做法 高老师尊师祝道 而且在德鱼社来说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他以前 你没看戴徒的戴十多年了 但是有什么一个正式的仪式不容易 包括这个照片在这 这本来就可以好像四十类人 他把那些人都撇下了 就送给他这一根的 这根你看见吧 从周先生到马老鼠 凡先生到范爷 范爷更不是外人 当年在北中国边俩还合作过 所以我们这个关系是非常的近 说这四五个徒弟呢 今天这个 没有理 这都跟着高老师 跟了十年了 高老师在德鱼社 以教学为生 也说下什么 我们所有的孩子来 其实都是高老师先开门 先拜鸭子嘴 慢慢的嚼 齐步一步走了今天 你们拜高先生拜对了 这是名师 路芳是有名 还是个名配人 现在如今你说 你拜猴爷可能就走得快点 拜千尔大爷算长大点 你要拜我 且轮不着去活 知道吗 拜高老师非常好 你们不是四五个吧 你们就 没有啊 好好学校 因为高老师这个人 他是一个很强迫症的人 他挑学生也是如此 他不是说摸摸脑子就是一个 他不是 他得瞧着都合适了 那你们今天一个多颗力量跟你师父好好去 啊 替祖师爷传道 把校上好好说下去 啊 给您道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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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相其实很强 无论走天南海北 甚至包括师徒之间的什么事 过去有句话 不过这个没办法 他有鸿铺 有鸿铺的意思就是 他正式举行的仪式 江湖上也都知道 同堂们也都知道 这个就如同一个几个卖身器是一样的 有这个你们给他拿好了 多少钱都别买 当然要看回多少钱了 哎 你们新冠师的这个司徒 谁代表讲的话 好 这是大徒弟郎浩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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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是一个好日子 我们非常高兴 非常激动 首先在这里呢 要先感谢我们 我们林宝代三位老师 我的郭大爷 余大爷 还有侯大爷 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到场 为我们主持的我们的队长 段仁平先生 谢谢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 还得是我的师父高峰先生 谢谢你们 作为范文高家的门长 大徒弟 我有义务 讲两句话 但是 实在是不太会讲话 也非常的紧张 我在台上站着呢 我只会说笑声 有时候还不想 谢谢朋友们的包含 有义务说几句 其实呢 你看我们这歌写的呀 我认识师父的时间呢 并不是最早的 但是呢 我跟随我师父的时间是最长的 我是在2014年 从北京的这个我的母校 叫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2014年 我是最后一年 15年毕业 14年就要出来实习 学校呢 学校呢就不让住校了 我就要走读 我就14年 实习的那一年 住进了我师父高峰先生的家里 不是韩社 是福里堂皇的家里 这一住呢 就是三年 这住了整整三年 我是做到了真正的入室抢劫的底子 当然我抢劫的是我师父的艺术 这三年呢 我师父可以说是三年如一日 这话怎么讲呢 就自从住到师父家里之后 我师父每天是管接管送到剧场 不光是管接管送 我师父呢 是管接管送 管吃管住 管买衣服 管做大花 老婆说 要想学的会 跟师父睡 是吧 你看您听完之后呢 可能就会心一笑 但是事实就是这个道理 要想学的会 时刻都在进步 那就最好是无时无刻的 不再学习 都跟在这个师父的身边 这样常常长进 而在我这儿 我会更加地变得加厉 我是就算不想学 也想跟师父睡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师父这些年实在是太疼爱我 那么有的观众说呢 有多疼你 多爱你呢 我们这边其实也都十多年的关系了 都跟我师父十多年 我也不怕他们失足 我今天在这儿呢 我再没可信 我师父有多爱我呢 就在我 住进师父家的第一天开始 那时候我已经在那个北京大师班 我们那个前门那个广格楼的德云社 我们在那个群场开始实习 从住进师父家第一天开始呢 师父就开始车接车送 每天就把我送到广格楼去演出 那会儿我在队里还就是天天开场 我师父就得跟着我的时间 两点钟下午两点钟开场 跟着我的时间一点多就得到了送到后台 有时候甚至呢 因为跟着我的时间嘛 照顾家里就不能那么周全 就把我的师娘 还有我师父的女儿 我娘俩就得送回老婆家去 都送圆了不行 就得提前先送回老婆家 然后带着我 再去剧场 然后还得晚饭吃 就这么三年吧 三年如一日 反正是太疼爱了我 这是一个小事 有很多的例子 既然说了再给您再讲一遍 这个事情还好 就一个 就一个 一位也就是一个回老婆 这件事情呢 时至今日我都记忆犹新 就是那会儿我师父晚上下班之后 回家是必须要经过北京的南三环 南三环的这个主路 而我们那会儿的学校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系 我们这学校呢 就在这个南三环 我当然不用盖着主路上了 就盖着南三环外 我师父每天下班 北京之路走南三环 我们这个宿舍楼窗户外 走着主路的时候 都提前给我发一条微信 他说这个 少爷 马上我就要经过你这个窗外 宿舍楼窗外 我就要到了 然后我这时候 闭尖闭尖的跑着窗户前 打开窗户 看出我可爱的小脑内 然后师父到了跟前的时候呢 看见我师父的车 然后我也会手打个招呼 我师父呢 就会闪两件远光灯 这就是我和师父之间的一个小约会 没想到可以坚持呢 就是品尝时间 反正总而言之吧 我今年的二十六岁 从我出生到十三岁呢 是我的父亲教育过 从我十三岁再到二十六岁 这十三年呢 是我的师父在教育过 这对二分嘛 十三比十三 所以说我就时常告诉自己 我师父其实是我的第二个父亲 我跟我师父呢 是一师一父的关系 不是说我师父是我义父啊 这一肯定无形的 就是又是师父 又是老师 又是我的父亲 这话我当时我爸 我也敢这么说 因为今天呢 我的父亲就在排下座位 我这么说 我爸绝对没有二话 绝对会赞同我 我师父就是我的第二个爸 当然了 我明儿俩回家说 他怎么打我 您就别管了 我们哥儿几个呢 都跟随我师父十多年了 今天算是 荣远以偿的 都败在了师父的门下 我们可以说是荣幸之至 而我跟我师父 这么多年的这个双向奔赴吧 也终于算修成了正法 从今往后 我作为门长 我一定会团结师们 尊师众道 更好的钻研 相声艺术 不忘初心 屠腐韶法 为我们的相声事业 添砖加码 也定会把我们的传统艺术 发扬光大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还是那句话话 您要坚信 一切美好 都在路上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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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非常不错 就是稍微的嗨了一点 好 来 把这个话筒给您老师 让师父也得讲两句了 对 这个必须得讲两句了 那个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的光临 首先呢 感谢大家 给大家聚共 另外呢 我主要感谢一下郭老师 因为什么呢 我这几位不成丁的蠢徒啊 呃 全讲让您 桌云社的这个 这个 保佑啊 他们才有今天 啊 感谢于老师啊 大帮忙的 昨天直播到十二点半 哈哈哈 仍然出席我的这个仪式 我心里特别的感激 感谢侯老师啊 侯老师呢 是我的老大哥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三位来出席我们这个仪式啊 为我们这个仪式增光天才 啊 另外感谢我们的主持人老师 啊 这是我们 这是我的老大大 合作将近二十年了 呃 给您费了一份佛礼 就是靠这俩花了 哈哈哈 就完全不成长的 啊 这个 祝您健康了 祝您早日健康 谢谢 谢谢 啊 呃 希望我这几个弟子吧 啊 郭老师说我这四五个徒弟吧 希望他们能够 白纸干头 更进一步 呃 为相声艺术多做贡献 好好说相声 好吧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唯一的 祝福和希望 啊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各位 这个 高峰老师是张温顺先生的义子 张温顺先生的徒弟 这个邓高峰老师也前来祝货 邓老师 来 高峰老师 好 好 全赛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哎 感谢 哎 谢谢阿强 我已经准备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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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带个装备 今天这个还有好朋友来讲话 快点收听点 标志欢先生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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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你道歉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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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所有的来宾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天津父老乡亲培养的一位 徐爷爷 从2020年呢 今天在天津工作到06年 就11岁之中 没有历寒情绩 我能够今天在 我们民主席院 参加得益日社 告我们的收督仪式 进行特别激动 民主席院是一个圣地 我们青年时期就在这长大 你像我青年代初 唱三大白鼓就能等了 王毅宝老师就在这个舞台 这是这个舞台培养人才 而且这个舞台啊 我们得益日社 把他变成我们得益日社的 真地以后 这个圣地更加灰黄了 好好好 今天呢 我们第一次啊 心情激动 今天我到79 到岁 八十 高峰啊 是个德云社的 非常著名的 一位向前艺术家 德云社也是得益双心的 革命的艺术团体 好 他们的昏黄的不多说 大家都心灵眼亮 我终于地祝愿我们 德云社 越败越红火 走向全世界 好 好 我终于天生之老乡亲们 身体健康 全家幸福 既来了 不但大家时间了 我少说两句 但不能空手来啊 那是给小礼品 给徒弟们也带两本书 一本书啊 是张志杰 法术张志宽 是我的几十年的成长 这一本书啊 是张志宽 换版书艺术 供你们参考 好 还有我呀 小张志宽 几十年的 我呢 给高峰 送上一副款 我就 好 好 快奔车 给高峰 这书也能高峰 再下来就直接下来 嗯 Abro 给你们先做一副款 哈哈 叔你有了 今天不给你了 一生一副款 ' 判本工 李吴大官 我跟他父亲呐 四十多年前就是好哥们 好朋友 他父亲侯耀宗比我小一岁 给你父亲乐玩 您上回送我衣服板 您还记得吗 就是我小的时候 那会儿王沐山师爷去世了 往奶奶给家做板 都是只坤叔叔给安排 为了让老太太有点钱 能够过日子 衣服板50块钱本 我记得是 这时候那好些板 我说我还买一部 结果叔叔看钱 自个儿家孩子 就给了我一部 那是王奶奶亲手做的 也好几十年了 十十年了 就今儿又送了我一部 太好了 谢谢 我们都七十年的 要为每一天的华国费钱大了 三十岁 三十到九 我们七十年 这隔干年看隔音社的艺术成长道 都不多说了 为我们后期的曲演员 创立了非常高大的成长的实际 好 把我们隔音社同样传承民主文化艺术 再次辉煌 好 好 谢谢 谢谢大伙子 哎 一把在三小伙子里面坐下 大家都见证了这块师的这个时刻 咱给大家伙儿聚过空好不好 到我们就带着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 然后咱们集体喝个一碗 好不好 高先生你看 因为过去还得赶飞机 谁给赵安排了吗 就我给赵了 哈哈哈 有没有直播的呀 有没有直播的呀 有 看前方 那都行 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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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了吗 好 好 一只好带三位老师下班了 好 谢谢 谢谢人 在一看别搓车 他们看不한번 您下班了 哎 都在的 都在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谁唱呀 OK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高峰秋冬也是圆满成功 好 来 让他们换足够 这个舞台上是给乐乐乐 是给找尖塔的方 这个后边呢就是 所谓的这个庆典演出了 因为大家好演播了 然后呢我就把这话筒交给我 这个阳峰先生 让他组织后的节目 谢谢大家